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又跟大家去吃自助餐 來到沙田的第二天酒店 Alpha House 是我們今期的自助晚餐 一起去看看 Let's Go Alpha House 是位於沙田元康街1號 第二天酒店的一樓 乘搭港鐵去到石門站 用B出口走大約8分鐘就可以到達 觀眾朋友都喜歡看這類型的 自費真人實測自助餐影片 或者其他飲食旅遊生活資訊片 記得按我 Danman 826 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歡迎來到沙田石門站附近 這間的第二天酒店裡的Alpha House 自助餐廳 今天我們吃自助晚餐 今天是平日星期四 星期一至四就是每位728元 星期五六日和公送假期就是788元 現在如果你是打電話來 有預約預定的 就有八五折優惠的 不知道觀眾朋友還記得嗎 一年前我都來過這裏吃自助午餐 跟大家拍片分享過 這次又再來吃晚餐 試一下這裏晚餐又遇到 因為快到聖誕節 可能大家都在想到 去哪裏吃自助餐 多個選擇 多個參考 首先跟大家出去自助餐 看看冷盤 凍海鮮有即開的生蠔 圓隻開邊龍蝦 藍青口 凍蝦 翡翠螺和麵包蟹 還有另一款的青口 和長蟹腳 日式刺身看起來都有很多種類 等一會拿來吃的時候 再和大家慢慢分享 還有魚生飯 和多款不同的壽司 另一邊就放了芝士盆 凍肉 煙三文魚 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都喜歡來Royal Hotel 包括帝日酒店 帝園 帝京 帝景 和帝都酒店 你就要立刻 下載他們的GoRoyal 應用程式註冊成為免費會員 在酒店消費每一元 就會有一分The Point的積分 儲了積分 可以在App裏 換領不同的獎賞 也有一些酒店餐飲優惠 如果在12月31日前 免費登記成為GoRoyal 會員可以有100元的營身餐飲禮券 和500元的營身積分 還可以叫親朋戚友 一起下載GoRoyal的應用程式 他們免費登記成為會員後 你又有500分 他們也多了500分的額外獎賞 那你們都不要錯過這些優惠 快點下載GoRoyal應用程式 你也可以升級成為金卡會員 一年的會值是需要1388元 即時回贈1200元的餐飲現金券 免費自助午餐、生日蛋糕 多重的額外禮遇和優惠 這些詳情都可以到影片的資訊欄參考 第一輪當然是先吃一些冷款 都有幾款的 我就拿了兩邊的龍蝦 我就選了一些有高的 看看龍蝦肉呢 質感如何 不是死屍實質的一種 但又不是有龍蝦味的一種 但那個膏呢 就挺鮮甜的 那些肉就沒什麼味道 所以選了一些有高的額外 不過那個膏就適可而示了 因為膽固醇就怕了 它的凍蝦青口就一般 沒有什麼味道 不是太特別的 那個翡翠蘭 挺鮮甜的 吃下去的肉和長蟹腳不錯 還有一條挺多肉 它不算是很鹹 但是挺鮮甜的味道 很大塊肉 不過有時候凍海鮮呢 要看好季節日課 因為未必每次都一樣的水準 OK啦 另外還有生蠔 生蠔每次每人走路拿兩隻 現在先出去拿生蠔 先去拿生蠔 生蠔呢 就不算是很大隻 尺寸是比較小一點的 看看味道如何 我第一隻就不加那些 Cocktail Sauce 試一下 有些礦物質的味道 就是鐵的味道 也不會很腥 雖然小小的 但也挺有味道 有那個礦物質的味道 它的魚生刺身選擇也挺多 有三文魚 吞拿魚 鯛魚 那個欺凝鯪魚 帶子八爪魚 另外那些壽司呢 也挺特別的 它有火隻的那些 色黑燒的壽司 還有一個 有這個 一坨仔的海膽壽司 看看聲不聲 先看看 OK 還有壽司飯也不算是 又凍又硬的那隻 都OK 看來的魚就算OK的 合乎酒店自助餐的刺身水準 當然不是那些高級日式餐廳的水準 穿袋子好像挺漂亮的 挺大隻 反而吞拿魚那些就OK啦 沒說沒說很大驚喜 這隻帶子好像挺大的 帶子好啊 很鮮甜啊 帶子 飲品方面它有自助餐的 它有一個好像是 檸檬茶那樣凍的 另外有咖啡茶 檸檬茶也可以自己去拿的 而食區分開幾個部份 而日式食物區就有 即燒的串燒 和一些的榨物 天婦羅 還有廚師即煮的蒜香和牛粒 即切肉類這部份就有燒牛肉 還有原隻的燒豬 燒尾檔今天就有 扁皮鴨和海南雞飯 還有通常自助餐都有的即煮麵檔 不過在這裏發現了些驚喜 等一會才和大家分享 也都有印度美食區 現在觀眾看幾款不同的食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来吃午餐 我记得是有沙田烧乳鸡 反而晚餐就没有 我还打算来吃烧乳鸡 它有海南鸡饭 和片皮鸭两种 烧尾那里就是 我拿了两个片皮鸭来吃 包住我录得太多酱 它的酱不是甜酱 它应该是自己调配过 有点咸味 所以有点咸 我除了拿片皮鸭 还拿了韩州骨 好像京都肉排 味道不错 有一部分是日式的食物 有天婦罗 串烧 炸物 还有一个即炒的 叫蒜香和牛粒 我刚刚拿了一碟 但是反而天婦罗串烧的 它做得比较慢 因为即炸即煎 我炸了几次都不是太多 我现在就拿了鸡软骨 拿去炸蚝尝一下 我试试这个和牛粒 是不是真的这么矜贵 它只给了三大粒 不是 有四粒 看看这些质感如何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和牛 但是好像有时候真的不需要咬 就是软的 这个是挺好吃的 这个肉质是OK的 是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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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不算是很硬 但是它的看到 is 缺乏它nyk Kawaii 累死储的味道 有什么没有 手试醋的味道 我还没想到 !". 吃的是 每 assign ones都可以 它可以 是中式炖汤 花旗芯 炖竹 载鸡 可是这个会很有特别 是它它不是弄一锅 一锅,一锅盐 你一锅拿一次 它就是一大锅 以煮灯用的 这是绿牛肉 咬到扇尾眼 烘眼 一枝枝花旗心 看到有竹丝鸡,先喝一口 味道还不错,很浓 而且不是那种有师傅的味道 是很清晰的 炖汤味 不过略嫌它不够热 因为可能一大钟 它下面有个暖炉暖住 不像一般人家一钟钟的 那种还在蒸笼里面 就比较热一点 这个就不是那么热 我看到它的车仔面档 它的材料挺丰富 有些蜆,有两款肉 猪肉和牛肉 看到牛肉有点像雪花纹 但又吃不到面 就拿了牛肉和菜来试试 只是试试它的牛肉 它这种牛肉,如果用来吃火锅 都挺漂亮的 咬下去的口感 有点儿积蓉的感觉 这个不错 大豆太饱了,所以不叫任何面 肉类方面呢 它有这个烧牛肉 还有有一只烧猪仔 我倒是烧猪肉 块皮也脆脆的 它又不是中式又不是西式 这个 这个不知是什么色 这个是 烤牛肉就一般水准 不是太重的牛肉味 不过吃下去都够腍的 肉质都OK 接着再吃点其他的热食 最后再吃一碟沙律 才去吃甜品 所以自助餐的好处就是各式其式 喜欢吃的就多吃点 或者每样东西都试一下 又不用限时吃一样东西 现在是8点3 吃到9点半 刚刚出去旬过了 冬海鲜 鱼生生蚝都仍然有 陆畜有供应 但是炒和牛粒就好像停工了 甜品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有两大雪櫃放了很多小小的蛋糕 啫喱等等 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甜品 是炸榴莲 喜欢吃榴莲就适合 另外如果你喜欢吃雪糕 这里都有很多选择 有四款自家製的意大利雪糕 另外也都有六款 Hackendize的杯装雪糕 还有一个法式香橙火焰番茄 甜品都有很多 好啊 有一个即即即厨师煎的白色薄饼 有些香橙酒 又喷着火 小小的 我还加了一种意大利雪糕 Gelatto 我叫了蜜糖梨的味 其实雪糕有很多选择 还有Hackendize的杯装雪糕 有六款 也有很特别的 叫做Twist & Crunch的环尼腩味 里面有些奶茶和黄糖 这样的 这个我真的没见过 那现在试一下这个薄饼如何 这个法式薄饼如果大片些 就好了 它现在真的是一层风 它是有些橙皮味 还挺香的 加些忌廉和雪糕 内食都很好 不过只是小块 不要这么沽寒 比较大块 有很多小块的蛋糕 有些啫喱、布丁、tumblay 还有一个斑兰榴莲蛋糕 我拿了这个绿色白色 有芝士蛋糕 有一个挺特别的 叫做白雀茶 加苹果的啫喱 不知道味道如何 试试斑兰榴莲 它这个不是榴莲肉的人 我上次在新加坡吃自助餐 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影片 我在新加坡有跟大家分享自助餐 但是它那间是一层榴莲肉的 它这个就是榴莲的忌廉 是 但吃下去都很大股榴莲味 OK 喜欢吃榴莲也OK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里的自助晚餐 水准是平均的 海鲜是不错的 如果你喜欢吃海鲜 龙虾、蟹 刺身水准都合乎水准 还有那些寿司都能吃过的 另外西式的 烧牛肉 热食的那些都 平均水准 真的能吃过 反而那个 湯面那里烤的 那些肉质真的不错 所以喜欢吃牛肉的 就可以买去 正点牛肉加菜 甜品它都很多选择 而且味道都不错 而且你喜欢吃雪糕的 也有很多选择 有自家製的意大利雪糕 也有Hagandise 很多不同的偶味 当然自助餐的菜式 尤其是热食 可能餐厅会经常改变 只有今天来吃的 未必等于你来吃的 都会一样 如果你是用Go Royal 应用程式里面的优惠券 记得埋单之前 跟他们说声 就可以用那些券 因为我是Go Royal的金会员 有8折优惠 加上1之后 两个人合共是1,310.4 另外每次可以用 最多5张100元的餐饮礼券 观众朋友都喜欢我今天的自助餐分享 记得给个like 和share影片给朋友 还没订阅我danman826频道 记得订阅和钟仔 当我新影片出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还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记得特别优惠资讯 生活点资 在我和大家分享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